各位同学好 今天经济学院杂志我们来看看Brasil 巴西吧 巴西是一个金融犯罪的热点 热点反正就是代表 这边是他们最喜欢攻击的地方 所以重点是 为什么巴西会变成金融犯罪 他们最喜欢窝藏的地方呢 说到金融 Financial 各位就知道在字典里面这个字的名词 通常学生就不太熟 这个字非常重要 Finance 形容是Financial 你还有去中心化的金融 Decentralized Finance 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比特币加密货币 这边东西都给大家自己参考 那我说过这些的功能 就是在你的电脑里面 有这个功能 没这个内容 都要自己去特别的输入 也欢迎大家找我 一对一上课 我们上课的教材丰富到不行 不管是属于经济学院杂志 还是属于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国家地理频道的 还是属于Scientific American 还是Wire杂志 通通可以学到很多的内容 现在全世界的资讯都是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同学们把握时间吧 还有 他说原来是巴西的金融科技的重振成功 这个应该算是属于这个叫做 我们来看看字典上的说法 Hub就是代表枢纽 重要地方在这 因此反而出现了问题 他的防护没做好 我们把这篇文章听一遍 同学们加油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联问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 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呢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他从哪个字边来的 你哪边入哪边补乔 很简单吗 就像各位都知道一对一的课程 能够直接找到你的弱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边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 哦他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达成stroke 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他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林文龙是讲解的课程 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 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